花莲家福基金会希望列车梦想启动抗平原油会 去年因为疫情而停办 今年在县政府、花莲施工所和秀林乡公所的补助支持之下 再度的出发 同时也获得了国际市值会300A1的捐助两辆服务专车 让家福中心照顾弱势家庭的服务可以更加有效率 去年因为疫情停办的花莲家福希望列车梦想启动抗平原油会 今年在县政府、花莲施工所、秀林乡公所补助支持下再度出发 集结民间超过100个摊位爱心力挺 意卖所得都捐助花莲家福基金 家福每一年我们在年底都会办一个无穷世代的原油会 去年因为疫情我们停办一年 那我们今年又再度把它接轨回来 虽然今年其实疫情一样很辛苦 但是我们也希望透过这一场无穷世代的原油会 可以也帮我们募集更多的资源 然后让我们来年的服务推展可以更为顺利 那今年比较特别的是国际市值会300A1区 也特别捐赠了总经程金钱跟所有的内阁团队 还有我们所有的分会的一个私友们 也捐赠了两部的服务专车跟两部的机车给我们 让我们可以把服务跑遍花莲的十三乡镇 今年还有国际市值会300A1区 捐助了两辆的服务专车 让家福关怀弱势家庭的行动更有效率 华联家福中心表示 目前在县内共辅助有1808户的家庭 其中七成三是隔代教养或者是单亲家庭 生活相当艰辛 这一次原油会意卖所得 将全数作为推动无穷世代的计划经费 感谢公司部门和企业社团帮助 让家福关怀弱势家庭的任务能够持续下去 这里会欢迎是报道